中美贸易战的休战实现迅速倒计时 两国领袖在情人界这一天 展开星期轮的谈判 希望在3月1号休战截止前 拟出贸易协议的总体框架 避免美国对中国商品再次加征关税 但在同一时间 美国继续行使影响力 让华为在中欧和东欧业务的基地波兰 也加入抵制的行列 种种迹象让美中贸易谈判依然存在变数 北京时间14号 代表中国主导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史蒂芬 姆努钦等疫情人 展开新一轮的贸易磋商 预料星期五之前 敲定贸易协议的总体框架 避免贸易战重新点燃 美国方面表示 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料在3月会面 而美中贸易战的最终协议 取决于这两大巨头 美国在这边乡 被指试图化干戈为玉帛 另一边乡 却频频对中国最大电信公司华为出招 拉拢英国 加拿大 澳洲和纽西兰四国制裁华为 纽西兰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禁止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基础建设之后 不敢示弱的华为 在广告利用当地热衷的橄榄球运动环机 标语写着 没有华为的5G 就像是纽西兰没有了橄榄球 而华为在中国以外最大市场之一的波兰 也考虑将华为设备排除在5G网络之外 到访波兰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还表示感谢和称赞 尽管如此 华为准备面对任何额外的安全评估 以继续参与中东欧的5G网络发展竞争 美中贸易谈判最终将继续不宣而战 还是握手言和 有分析指 特朗普愿意在美中接近达成协议之际 考虑展颜谈判的期限 态度暧昧 被视为是结束贸易战的正面信号 但也有评论将美国在节骨眼上 对中国的南海和华为课题施压 视为是贸易谈判的负面讯息 究竟这一切是巧合 还是内有乾坤 相信最后将不接自传 NTV7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